OK 那继续我们把这个路由给实现了 就是这个后端渲染 这个页面的这个逻辑给实现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模板呢 模板的它这个左右侧 它分为两部分数据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左侧需要一个 BlockData的这个数据 然后右侧呢 我们需要一个叫UserInfo的一个数据 还有一个AzMid的数据 也就是UserData的数据 这份呢我们没分开写 我们先写左侧这部分 稍微麻烦一点的这部分 好那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种BlockData分析 它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AzMid就是UserRecon BlockList啊 就是第一页的一个 网络的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Count就是总数 然后还有这个List就是算出来的 还有PaySize 当前页面的数量 以及PayNext当前页数 还有这个Count 也是总数 加起来吧 反正就是1 2 3 4 5 大约需要那么五个数据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五个数据 给它做出来 然后这五个数据呢 肯定是都需要把它 渲染到这个地方来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 出来的就是个BlockData里面 有那个什么AzMid BlockList 等等这些 就需要我们的数据 都放在这来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上面写 也就是获取 微博第一页数据 OK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 没有什么逻辑啊 就直接就用Controller就可以了 然后Controller里面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应该是新建一个文件 叫Block -profile.js OK 这里面建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我们写个注释吧 就是个人主页Control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写一个函数 就是获取微博的博客列表 就GetProfileBlockList OK 那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是UserName 就是这个微博的 这个个人主页是谁的 好 还有一个叫PageIndex Morning复制成0 就是我们看 它获取第几页的数据 Morning不传的话 就是获取0嘛 就是第一页 然后 这个要 输入去 Model XPulse 复制成 这个 OK 那写个注释 String UserName 用户名 然后 当前页面 这里面加个描述 获取个人主页 微博列表 大家注意啊 这个 描述也好 这个方法名也好 它并不是说获取第一页 获取第几页 我们通过这个参数来控制的 只不过是你不传参数的话 它不然也获取第一页 好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没有什么逻辑 就用Service里面就可以获取了 所以说我们还要去这个Service里面 这个Blog叫JS里面 现在只有一个CodeCrateBlog 对吧 充电微博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比较叫 GetBlogListByUserName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用户 来去获取BlogList 其实就是通过用户 就是通过用户名嘛 然后这里面的参数呢 我们看一下UserName 然后PageIndex PageIndex PageIndex MorningFulls乘0 然后还有一个PageSize 比如说MorningFulls乘10吧 好 为了方便看到 我们可以把这个参数 给它换一个行二 这样就好看一些啊 对我们需要的参数呢 它这个结构的形式传进来的 然后UserName PageIndex PageSize PageSize MorningFulls乘10 这个需要什么我们再 如果是不要时的话 我们自己去传入就好了 这个PageSize传入 是通过这个Controller里面传入的 这个等会我们再去说 好 这个建完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给它 输出出去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写上注释啊 这个写个注释 比如说叫 查询参数吧 然后把这个沾上 基本上就能明白 然后描述呢 是根据用户 获取微博列表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啊 然后 首先我们要写个插询条件 拼接插询条件 就是用户名 它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们也允许它查 就是查所有的 那这个用户名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拼进去 我们写一个 WareOptions Service相对比较底层的 一个能力啊 就是做的稍微灵活一些 如果有UterName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Options UterName 复制成UterName 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你不传UterName 我们也可以通过 PitIndex和PitSide 去把这个列表查出来 但如果传UterName 那我们就给你UterName 去获取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凭借完查询条件之后 我们就开始执行查询了 执行查询呢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要获取 用户的微博列表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光用Blog是不行的 对吧 我们还要把一个Uter 给弄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弄Uter呢 因为我们 接下来要做连表查询 就是我们不光查Blog 查Blog之后 我们要顺带的 把这个Uter给查出来 好 这个地方就需要大家去 也是同时回顾一下 这个SickleLive的 连表查询 Blog点 Find And Cons 这个API有印象吗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那你需要去回顾一下 我们第一章里面 讲那个SickleLive的 一些知识 OK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把那个PitIndex PitSize怎么用起来 首先第一个 Limit 等于PitSize 比如说Limit是限制 就是单次查询的限制 单次查询的限制 那肯定就是页数 就是每页的条数 限制每页是失调 那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就是失调 然后Offset 就是撬过多少页 撬过多少页怎么算呢 就用PitSize 乘以PitIndex 比如说这个PitIndex是0的话 那我们又撬过多少页 就撬过0页 那撬过0页 就是说不撬 不撬页 那就查询前10页的数据 就是第一页 那如果PitIndex是1的话 那就撬过多少 撬过10条 那这话查询第二页 同理 PitIndex如果是2的话 那就撬过20条 这话查询 第三页的数据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做分页 写个注释吧 每页多少条 然后 效果 多少条 通过这个做分页 这个我们之前又讲过 所以 如果这个地方 感觉很磨充的话 也可以再回顾一下 之前 第一章里面讲 那个数据库分页的时候 内科的知识 然后order 我们可以要加一下 加一条就行了 就是根据ID 倒序 因为我们显示 微博列表 一般先显示 你最新发布的 然后再往下去 逆去显示 所以说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 然后再连表 include include里面 我们要连一个表 就行了 model user 然后 attributes 我们写一下 attributes 就是我们要查询 用户的什么信息 用户的信息 有user name 然后 nickname 然后 picture 比如说 根据我们模板中的 有需要的信息 我们这个需要查询 这个连表查询的时候 查询blog 然后查询user的时候 只需要找到 unername nickname picture就可以了 其他的信息 我们不要 where 是这个 whereoptions OK 那 这个好像有点 whereoptions 是用在这个 user查询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 把它改个名字吧 看起来更加 方便一些 我们这个user whereoptions 比如说 它是用户的一个 查询条件 并不是blog的 查询条件 OK 那弄完之后呢 这个就已经完事了 然后我们先 暂时保存一下 然后再强调一点 这个地方 做连表查询的前提 是我们在 db里面 在模型里面 做了这个 blog belangetwo user 这个的关联 看完之后呢 我们也说过 在这 再讲一下吧 这个results 就这个results .count 是什么 是总数 这个总数呢 是跟什么 跟分页无关 就你如果是总数 1万条 这个地方就是1万条 可能1万条 需要分100页 需要分200页 没关系 就是 这里面显示的是 所有的总数 好 再往下 这个results.ros 对 我们之前都讲过 是查询结果 是一个数组 好 能查询出来之后 并且知道这个查询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写 然后 lets bloglist 复制成 results.ros 刚说到的 对吧 就是ros.map 然后每一行 我们给它变成什么呢 roll.data values 这个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 ros的每一行 我们要把它变成 那个datavalues 这样并且返回 这张也就是说是获取 datavalues 好 这个bloglist呢 就已经基本出来了 就是我们要查询的 这个微博的列表 然后呢 bloglist 出来了之后 它里面还有个什么 bloglist 我们还需要进行map 它里面还有一个 我们一连写一遍说吧 还有user 也就是说 这个bloganform 就是bloglist的每一项 ros的每一项 里面都有个user 大家记得吧 为什么有user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查询blog的时候 是include的一个user 所以说它每一项 都有个user 当然这个user 也需要把这个datavalue 给它弄出来 所以说 我们把它这个user 的datavalue弄出来 然后呢 去给它重新复制 blogitem .user 复制成 user 这样就行了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把blogitem 我们这user 就重新弄了一个它的datavalue 但是还有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这个format 大家记得吧 这里面有一个formatuser 所以说我们得 获取user之后 我们得给它格式化一下 好 可是的话 咱们之前讲过 就是把这个用户的 一些模人头像给它加上 然后returnblogitem 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 这个总数有了 然后这个bloglist 也通过各种分析 都已经出来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去返回了 返回来是个什么呢 count等于 without 点 count 然后bloglist 就是bloglist OK 保存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 根据用户名 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个人的嘛 根据用户名 获取了这个微博 以及这个微博里面 带了这个user 带了联名查询 也是我们第一次 做联名查询 好 获取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方法呢 在这个profile里面去 引用一下 service flog OK 在这边引用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拿到了 然后我们调用就可以了 test readout 复制称 wait 这个 然后我们需要传的参数呢 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示就可以了 需要传的是 udername padeindex和padesize 这三个参数 好 udername传一下 padeindex传一下 那padesize呢 padesize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还没有 就是说 每页的数量 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 直接去在这个 infig里面 这个传样里面 去定义一个 叫padesize 就默认的这个padesize 比如说 我们定一个 padesize 等于解等于5吧 我现在写小一点 因为我们当前测试的这个数据量 本来就不大 写个十挺麻烦的 padesize等于5 然后我们把这个padesize 给它 弄到这来 padesize 复制称 require 品费一个 长量 好 那 padesize 就复制成这个 就可以了 OK 那 我们就要完结果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返回的是什么 它返回了一个 count和blocklist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blocklist给获取一下 由于我们还要计算一些 其他的东西 result 叫blocklist 然后呢 我们先接返回数据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已经成功了 好 我们return new 这个时候需要用到什么 需要用到这个successmodel 所以我们就从这儿 再把这个successmodel 给它引一下 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儿就快点写了 model里面 就是responsemodel 好 return new successmodel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数据 就是需要返回 我们需要的数据 对吧 我们刚才在这里面说 我们需要的数据 比如说empty blocklist 什么count 这些 我们得从这儿返回 然后 我们看一下 it'sempty 就是是不是为空 那怎么办呢 简单 blocklist 点lens 等于0 这样就能判断出来了 它是不是为空呢 它lens等于0 那肯定是为空的 然后 blocklist 那就是这个blocklist 对吧 这个没问题 还有一个叫page size page size 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当前每一的这个数量 就是这个 然后pdindex 是哪个呢 pdindex 其实就是你传的那个 就是哪个嘛 如果不传的话 没人就是0嘛 count 是哪个呢 count 就是resout 点count 就通过这个service里面的这个 count 给这个返回回来 所以说 这会儿就已经做完了 controller就已经做完了 ok 做完controller之后呢 我们 先关注这个 顺带了 做完controller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引到 我们的这个 路由里面来 好 require controller blogprofile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 很方便的写了 比如说 test resout 複式称 await 也是一步的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传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 需要传的数据是什么呢 是优户名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pdindex 对吧 优户名是哪个呢 优户名肯定就是这个 传入的这个优户名吧 所以说我们在上面要 获取一个优户名 就是把我们路由的优户名 获取出来 比如说 我们获取 优户名叫 优户名是它的变量 对吧 然后我们给它取个别名吧 叫current优户名 就当前传入的优户名 或者是从ctx.params 我们通过ctx.params 就可以解析出 它这个路由里面的 东西优户名 优户名 然后给它复制成 这个current优户名 好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 获取第一页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用这个用优户名 然后呢 pareindex就是多少 就是零嘛 第一页就是零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它有默认值了 那这个地方 这个零 其实我们不传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还是 就这么传上吧 OK 好 完事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整体去返回了 返回这个blogdata里面 我们看一下 result里面 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然后有 it's empty bloglist pareindex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写成 在这写 先结构一下吧 根据这个result里面的结构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直接解构出 it's empty 然后bloglist 然后pagesize 然后pageindex 然后count 就这些数据 它其实都是旅到里面的 也就是都是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返回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解构 当然它解构的是这个data里面的东西 直接这么写没问题 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insertized model对吧 insertized model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面 你传的data 它是给复制生 data的一个属性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 得是这个result 叫data里面 去解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 去传回去了 it's empty 然后bloglist 还有什么 pagesize it's next 还有count ok 好保存一下 比如说我们经过这一步运算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 所有的blogdata 对相关的这些 左侧的这个数据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个什么 就这个右侧的这些数据 就是user data里面的数据 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这个数据 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数据 就像一个 那么明月啊 我们就会有空 我们看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看这个数据 我们看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看这个数据 这是中国人的